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6月28日 就是一個 星期一 風雨飄逸的星期一 黑色暴雨的星期一 國安法 立了之後 行穩致遠 黑暴仍然繼續 黑色暴雨 我們這次想跟大家說一下 大陸的一個 最新的看法 對於大陸的看法 我們看到這幾年 中共 不斷拋出要武統台灣 幾多日之內 某些退役的 上將 中將 少將 也說幾多日之內可以收復台灣 最快的三天 也有很多那些癡人說夢 就是2020年之前 武統了 當然啦 現在已經是2021年了 幾十年之後 也沒有辦法武統台灣 最近 美國 美國的 做法 可以說是令大陸 憂心中中 因為現在美國的立場 可以很肯定 在習近平有生之年 也沒有辦法統一到台灣 甚至乎 台灣 可能會在習近平有生之年 或是習近平在位之年 宣佈獨立 而美國 很大機會 在一段時間之內 承認台灣 並跟他建立外交關係 我們對此 覺得 這個反而是中共最害怕的 當然中共最害怕的 除了是這件事之外 就是 武漢肺炎疫情大流行的源頭被人查出是他 當然 查出是他 最多賠錢 如果 被人查出 中共 是一次 幕後黑手 而他 是直接 令到 這個大流行 甚至乎有分是播毒的話 這個就可以構成世界大戰 當然 是不是一定會打仗 才會令到一個極權的帝國滅亡呢 不一定 蘇聯就沒有打過一場 不是因為打仗而滅亡 當然他們也有打過很多場仗 但是不是因為打仗而滅亡 打仗 未必會令到極權滅亡 反而 很多不起眼的事情 就可以令到極權滅亡了 這節我們想跟大家分析一下 現在中共最害怕發生的事情 是台灣 我們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堅持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 效果頻道 月費贊助 最近台灣 可以頻頻成為國際的焦點 我們看到美國的軍機 護送一批疫苗 由日本那裏送給台灣 美軍的軍機登陸在台灣 的桃園機場 使得很多 大陸的小粉紅 即時 好像要 當場吐血 但是很多更加 默不作聲 尤其是一直說要武統台灣 甚至乎環球時報被人追究 你又說 一旦任何軍機 在台灣出現 或是降落台灣 你們共產黨解放軍 就可以將它打下來 將機場 摧毀 你們的導彈 就會伴隨著 這個 降落的美軍 而一起到達台灣 可惜 台灣 不單止一架美軍軍機降落 而且還有美國的軍人 駐守 在那裏訓練台灣的士兵 以共產黨 只是例派出來 說兩句 從來 都知道中共是紫老虎 但是 赤裸裸地跟全世界 聲明我就是一隻紫老虎 I am a real paper tiger 這個 使得中共十分之冒免 當然 中共最害怕的是甚麼呢 最害怕 就是美國跟台灣的關係 一步一步拉緊 蔡英文 在 25日 頒贈了一個 大衰警 這個 讀著衰 CB1的仇 這個是 這個叫做衰靖的衰 大衰警 升 勳章 被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的處長 力英 一個例子加的 耳朵 普通話 讀 利 美利的利 但是 廣東話是讀力的 美國在台協會AIT的處長力英傑 以及副處長谷立信 即將離任 離任前 谷立信提及台美關係出現了根本性的改變 這一直說 觸動了中共敏感又脆弱的神經 中共外交部份人趙立堅堅決反對美方有關的錯誤言論 一句說話很重要 為甚麼 因為美國 的確是 跟台灣關係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好了 外交部長在說台灣 吳超洩 在24日下午在台北賓館頒贈特種外交獎章 給美國在台協會辦事處的處長力英傑 以及頒贈給副處長谷立信 目倫的目 目倫的目倫的目倫外交掌章 感謝兩人在駐台期間對台灣 增進台美關係的卓越貢獻 兩個人接受 獎章之後進行支持 其中 谷立信肯定台美關係 已經非同日異語 也肯定台美關係有根本性的改變 指稱美國將台灣視為增進自由 而且開放印太區域的機會 更加是一座照亮所有人群追求公正 安全 繁榮 以及民主世界的燈塔 當然這句話直接始終中共神經 你們有改變 是不是想建交啊 怎麼辦呢 未去到這個階段 他們只是提升美國 這個跟台灣的關係 或者提升這個在台協會的代表性 其實已經令到中共 很擔心 因為 意味著下一步 那個 規格越來越高的時候 到了某一日 美國 就會承認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然後 就是跟台灣建交 這個絕對對中共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甚至乎亡黨亡國都是因為這樣 中共外交部在記者會上 有記者就谷立言的所作所為進行提問 趙立堅聽到之後 用一個大家都會背的形式回應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 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然後就說 中方一貫堅決反對美方 以任何形式提升台灣的實質關係 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來 但是這樣是沒有用的 因為美國 實際上已經在台灣 已經有軍事的交流 實際上他們的 級別越來越高 現在 美國會做的下一步就是支持台灣加入世衛組織 主要是世衛 跟著是世衛 因為 只要美國和歐盟站硬 一定要他們加入兩個組織 中共 不能阻擋 你阻擋 不如你走 你又不走 抗議會否決 進入聯合國就有機會讓中共否決 但是 台灣如果加入世衛世貿 中共 想否決 但是 人家也有很大的壓力 當然美國要站硬 第三步 就是 在台灣駐軍 當美軍 可以正式駐紮台灣的時候 其實就距離下一步 就是台灣宣布獨立 或者美國和台灣建教 這個對中共絕對是一個大的死穴 因為中共一直以來對台灣喊打喊殺 其實就是建基於他在大陸的假宣傳 他宣傳到他解放軍無所匹敵 在亞洲稱霸 除了美國之外 全世界沒有人打得贏他 其實 當然他也不敢這麼說 因為不僅是美國 俄軍 然後還有日軍 中共怎麼排都排不到五名以內 還有英軍 法軍 這幾個國家的軍事力量都很強 土耳其也能排第六 中共究竟可不可以跟土耳其 戰勝呢 如果中共跟土耳其打仗 是不是可以一定贏到土耳其呢 我們也不敢保證 台灣的軍力有美國支撐的話 我不相信中共是可以去過這個中線 中共一直以來的宣傳就是 有一個超強的軍事力量 可以震懾台灣 可以收復台灣 可以剷平台灣 而美國是不敢亂來的 一直以來他們都是打中飛機 當然 打飛機打到連馬英九也相信了 首戰即中戰 台灣會輸 老實說 完全是不懂的人才會說這些話 中共的解放軍我們十分之了解 我們熟得不得了 解放軍最厲害的除了槍擊之外 就是節痞 第三就是煮飯 而打仗方面 對於屠殺自己手無寸鐵的人民 他們很在學 但是當面對有反抗的時候 我可以告訴大家 解放軍第一件事會做的 就是大規模的投降 如果美國真的一步一步來 把台灣 去到建交的駐軍 中共是不可以不出聲的 但是中共出聲 你又不敢開戰 即時 在大陸 一定是會發生一次大暴動 因為 中共 一直以來 他在推銷那種恐懼 那種無所不能 那種全能神的形象 即時幻滅 原來這個是泥菩薩來的 自己也保養不了 自己要我裝香給你 這樣 大陸的人民就會徹底 認為中共這個子老虎是漏的 在內地 可能會有很多人造反 甚至乎 會有軍人的政變 你 不敢打 我來 當然 打一定會輸 但是 我認為 中共是 不需要打仗的情況之下 就會亡國 當然 美國跟台灣去到建交這一步 可能也還有一段時間 不是可能是一兩年內會發生的事 但是 中共其實是最怕發生的事 因為 一旦如果他們兩個建交 你夠不夠膽打台灣 不夠膽 人家直接在駐軍 你打也不夠膽打 但是又不能夠沒有表示 國內的民情又會很洶湧 因為你建立了煽動了二十多年的民族主義情緒 就會把中共吞噬 這個可能是一個反誓 匯力鏢一扔就扔到自己的後腦 所以 我們覺得 大家應該是用盡一切的方法 將美台的關係慢慢慢慢再提升 令到他們 越來越友好 那麼當然 很多台奸就不想美台關係 更加好 因為 他們知道他們會找不到 例如 國民黨那班台奸 所以 提升台灣的關係 其實就是使得中共 倒台的 其中一個妙法 當然 我們可以做的我們盡量做 這節時間暫時講到這裡